大家好,今天还是分享一个文章和林志坚这个论文门有关系的 是有人黑王洪威了 好,我们看一看新闻的标题 新闻是来自于中时新闻 新闻的标题是这样讲 击毙竟遭网军篡改 危机,爱造谣抹黑 王洪威霸气喊一句 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被提报 论文抄袭一云是由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洪威击毙开第一枪 除了爆料林志坚两份论文的重复率其高外 近日还将措字抄到一字不漏的细节依旧出 没想到王揭毙之急遭到敌营网军记恨 竟篡改他的危机百科页面 加入爱造谣抹黑的政客字眼 让他怒喊恶意重伤阻止不了我揭发真相 蓝营女战神炮火可能造成绿营桃园选清重伤害 因此王洪威也成为敌营网军目标 他11日在脸书发文表示 自己的危机百科页面竟遭有心人恶意篡改 这几天有许多朋友提醒我 因为我揭发林志坚涉嫌抄袭 除了我的版面被绿营支持者大举进攻外 连危机百科的个人页面都被人恶意篡改 我要在这里警告那些人 你们这些奥部掩盖不了我揭发的真相 也无法阻止我继续追下去 好还是林志坚抄袭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呢最早是由王洪威揭发出来的 王洪威也召开了记者会 也把那些所有东西两个比对都拿出来了 现在大家都看到了 这很明显就是抄袭 这一下呢得网军 据说林志坚的网军比蔡甲博士都多 用那个团队几十个网军 他们雇佣的 用政府的钱雇佣的一批网军 把这个维基百科的页面给改了 别人造谣政客 造谣抹黑 你看台湾这个社会完蛋了 台湾这个社会现在是 你只要说真话 他们就说你造谣 而造谣这帮人是得到了蔡甲博士的资助的 是由政府雇佣的这帮网军 只要你说真话 他们就说你造谣 林志坚不是还提告了吗 对吗 只要你说真话 人家用司法的伺候 这个就是台湾社会 只要你说假话 骗人 蔡甲博士关心的 那简直是跟他儿子一模一样了 你看那个称林志坚 还志坚辛苦了 造假辛苦了 你看他肉麻嘛 所以现在在台湾这个社会在官场 不管在所有地方 只要你说谎 造假 骗人 政府是大力的支持 鼓励 提拔 这把我跟你说 林志坚还就当选了 人家能造出一个假的民调 说我们桃园欢迎林志坚 人家能造出一个假的选票 说我们在桃园 林志坚大胜张山正 人家造得出来 民主嘛 民主社会的楷模 就是造假第一 说谎第一 做票第一 欺骗 一切一切的谎言 在这个所谓的民主世界的楷模 那都是优秀的分子 蔡甲博士 直接的奖励 那都是在这个社会 有钱 有权 有地位的人 通通造假 所以就 这个事情呢 走到今天 我们就在回过头再看台湾这个社会 我的感觉就是台湾社会已经彻底完蛋了 过去啊 在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台湾那个时候 经济上 叫亚洲四小龙啊 经济走得还挺快 那个时候像香港 韩国 新加坡 台湾 在华人这个圈子里边呢 我们把它称为亚洲四小龙 大陆那个时候还比较穷 看到一个台湾人 多少还有点仰慕 觉得有钱 还能说了一口国语 到今天 几十年过来了 再回头看台湾 好像 大家对台湾的这种评价 印象已经彻底改变了 整个在那个社会 台湾也不是四小龙了到现在 因为这个 大陆的经济起来了 这条大龙起来了 所以呢 这些小龙呢 就不存在了 现在一些大陆人 在看台湾 已经用另外一种眼光了 至少我现在有这种感觉 不是那么有钱了 个别的官商有钱 叫两极分化 贫富差距拉大了 有权力的人非常有钱 这个包括国民党 像连家 像这些国民党的上层 在中国大陆呢 挣到钱了 第二波 现在的绿营有钱了 普通老百姓 是越来越不行 再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台湾这个社会 变成一个撒谎的社会了 撒谎不脸红 撒谎受到鼓励 学术造假 欺骗 得到了政府的 无微不至的关怀 党官没有问题 想当官必须造假 说实话 通缉你 给你赶出去 给你抓起来 警察找你麻烦 敢说实话 民主世界就是这样 民主世界你敢说实话 抓你 骗人 欺骗造假 政府鼓励 不仅仅在台湾 西方国家也一样 所以现在这个林志坚 这个事情 当然有很多的说法 有人说 他可能导致了民进党 怎么怎么样 或者退选 我的个人感觉 只要蔡贾博士一声令下 林志坚不会退选 林志坚不单不会退选 紧接着林志坚的民调窜升 最终结果是林志坚高票当选 这林志坚这个市长还当定了 这就是台湾 这就是蔡贾博士的弟子 有人发了一些梗图 他们做的梗图 林志坚垮着蔡贾博士哥们 哎呦老娘 你给我弄一个博士怎么样 蔡贾博士那简单 你就把我那个博士证书 复印一下就完了 你就是伦敦政经的法学博士了 你还真正写了个论文呢 我蔡贾博士不用写 直接就博士了 所以为什么他说林志坚辛苦了 你那辛苦的你还真得抄两下 或者copy两下 你还真弄了个东西啊 人蔡贾博士没有 没有论文 直接就没有 林志坚的是有 但是呢 有大部分是抄袭的 林志坚这个硕士证书 那不是萝卜张盖的 那个数字证书不是从淘宝买的 那是从台湾的这个机构 那个机构真正拿出来的 对吗 林志坚的导师还在那待着呢 而蔡贾博士呢 没有 蔡贾博士这个证书啊 淘宝拿来 导师早死了 都找不着了 论文没有了 反正没有了 人家都弄一博士 你看看 所以呢 下一步呢 蔡贾博士给林志坚呢 也弄一个博士吧 也是伦敦政经学院博士林志坚 哎 人家下一步林志坚 不单单是当这个市长 将来林志坚 人还是台湾总统 副总统的候选人呢 这个就是民主世界楷模 最优秀的造假 第一名的跟蔡贾博士 跟着最近的林志坚 一路青云直上 市长再往上 哎 副总统 总统搞不好林志坚 哎 这就是培养目标 这就是台湾的榜样 所以蔡贾博士这帮人呢 这一帮区 这一帮的骗子 整个把台湾这个社会给毁掉了 台湾的形象毁掉了 台湾的诚信毁掉了 社会伦理道德彻底毁掉了 这一代台湾人倒了血霉了 你看看现在 这个现象 我想在蔡贾博士任期这时间啊 是越来越严重 你就随便骗人吧 绝对没有人管你 只要你说他好 你这不看陈时中又来选台北市长了吗 陈时中就当选了 你放心好了 台北市长陈时中 我现在就已经宣布了 跑不了 为什么 中选会那一句话 一定当选 陈时中当选 林志坚当选 林嘉隆搞不好也能干掉侯友谊 搞不好也能干掉 也能当选 这六都市长啊 这个主要六都市长啊 国民党一个都拿不着 放心好了 他不是选 他是直接做 公开做票 你还能怎么着 警察在门口保护 保护起来 这样的一种社会 难道你还要夸他吗 所以我觉得台湾这个政坛呢 你看得越多以后 越觉得一堆臭狗屎 一堆粪 一堆牛粪 一堆马粪 所以回过来说 王洪威呢 他还要继续的去抗争 这个我觉得值得鼓励 至少呢 把这个论文门这个话题呢 又放大了 扩大了 论文门不仅仅一个蔡甲博士论文门 将来论文门多了 林志坚出来了 已经有人说了 还有未爆弹呢 其实他们已经掌握证据了 只是看看什么时候把它爆出来 听说是还有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等着看吧 看看后边还有什么 更多的论文门爆出来 这一堵鲁 一串 一窝贼 都给他爆出来 但是他们不怕 你抱吧 抱了人也当选 就是这样 一窝贼 一窝骗子 一窝造假的 一窝小偷 小偷当了警察局长 贼当了警察局长 骗子当了总统 这个社会就完蛋了 彻底完蛋 诚信彻底崩溃 伦理道德不要谈 一个个的 不骗人 那是傻子 骗人 优秀分子 民主式的楷模 台湾造假的楷模 好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